同为空间站的实验舱 孟天舱和问天舱 是全都配有这样的一个 气闸舱的 但是和问天不同的是 孟天舱的这个气闸舱 它不是用来负责 航天员的进出的 它的名字叫货物气闸舱 那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孟天实验舱的气闸舱 是一个专攻货物进出的 重要枢纽 更形象的来说 如果将问天实验舱的气闸舱 比作国际机场 那么孟天实验舱的气闸舱 就像是一座国际货运港口 承担着空间站货物 载荷等进出舱的任务 在问天舱上面也有气闸舱 主要作用是 让我们的航天员 进行出舱活动的 但是那个舱的口径 是有限制的 它不能带特别大的 货物载荷出去 气闸舱主要就是用来 进行货物的自动进出 我们设计的 可以有400公斤以上 它的那个长宽高 可以达到1米2 大一点的载荷 不适合航天员 携带的载荷 都可以从我们这 自动的进出舱 如何实现载荷 自动进出舱 主要是靠载荷舱上的 自动门和转移机构 自动门可以通过 多次的开关 打通和关闭 孟天实验舱 与太空的通道 再由货物气闸舱 上面配备的 一套载荷转移机构 将载荷送出与回收 完成实验设备的更替 载荷转移机构呢 简单的来说 就是两块可以伸缩的板 那么这块伸缩的板呢 它可以朝我们的 工作舱内部缩回去 大概能将近有2米 可以让我们的航天员 在工作舱内就穿着 舱内的航天服 就可以非常灵巧地 把我们的载荷 装载在它的上面 装载上去以后呢 自动地让它伸出去 它会有一个灵巧的设计 就是转一个90度 它就可以伸出 我们载荷舱这个大肚子了 这样的话可以让舱外的 机械臂来接力干活了 把它放到它要去的 那个点位 好 点 感谢观看